大家好,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,我是韩媒,今天是2022年9月22日,星期四。 这个视频呢,跟大家聊一下俄乌局势。 俄乌局势呢,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博弈啊。 这个博弈呢,在这个联大会议期间呢,联大的会场也是一个战场。 好,现在呢,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话题。 我们就知道呢,普京这两天呢,宣布了一个部分战争动员令。 就是在俄罗斯的这个预备役的范围当中,要征集30万的军人,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。 那么这件事情呢,这两天,美国以及西方就在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操作。 那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哈,美国之音呢,已经花了好几篇的文章, 就专门来煽动造谣,说在俄罗斯呢,说那些个逃跑的呀, 在边境上要逃跑的那些俄罗斯人呢,大排成龙。 还有呢,就是逃跑的机票啊,一票难求。 那么今天呢,我看到美国之音的这篇文章,你看啊,这特别的有说服力。 它这篇文章就说呢,民间监察组织,冒号,抗疫征兵令,俄罗斯有一千多人被捕。 从这个题目里面,我们就能看出来,这个民间监察组织啊,这就是美国的那个NGO啊。 在香港2019年修历风波当中,我们就看到呢,在香港各种的NGO就出来了。 对吧,至少有五个主要的NGO就出来了。 这些NGO呢,虽然说,它打着说是一些民间的机构,而实际上呢,他们全都是受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。 甚至呢,他们就受什么CIA啊,FBI啊,他们的一些训练,那里面就有美国情报局的一些人员。 那么一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,他们就跳出来了。 这部美国之音的这篇文章,它就旗帜鲜明的,你知道吗? 这就跳出来了,民间监察组织啊,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民间啊,这时候就在俄罗斯就挑事了啊,挑动这些人出来游行,抗疫,示威。 这个题目里面说呢,是一千多人被捕。 但是,它的内容里面,它又说呢,各地啊,至少有四百二十五人被捕。 那和那个一千多人还相差很多呢? 再又是你这个四百二十五人,这个数是如何来的呀? 是不是?那如果说在俄罗斯被捕的话呢,就只有俄罗斯的警方掌握这个数字。 难道说是俄罗斯的警方公布的吗? 我没有找到俄罗斯的警方公布这个数字啊。 就说呢,你按照美国的这种宣传哈,普京呢,就签发这个征兵令呢,按照他们说,这个征兵令就非常的不得人心。 那么俄罗斯的人民呢,是非常反对这个征兵令的。 而事实上,它会是这样吗? 就像俄罗斯呢,它虽然说美国天天攻击它,说它是专制啊,实际上它是一个和美国一模一样的一个体制啊。 这就是苏联的解体的意义啊。 苏联为什么解体? 不就是戈尔巴乔夫,他那会儿就推行西方的这一套吗? 然后他就解体了吗? 他们当时天真的以为,只要是他们实行和美国一样的这个体制, 美国就会放过他们。 而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哎。 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,那美国就减一最大个儿的。 他就认为这个俄罗斯呢,体量呢,还太大,应该进一步的瓦解它。 所以呢,他就是团结其他的那些国家,继续来针对俄罗斯。 就把俄罗斯就贴上了这个专制的标签。 而实际上俄罗斯他实行的这个体制呢,和美国是一模一样的。 俄罗斯想要求加入北约呢,他也不让,对吧? 那他就是想呢,把俄罗斯继续瓦解,让他呢,不足以威胁到美国。 就是美国的目的。 前两天呢,我曾经在视频里面,我就说哈,我真的是就不明白了,为什么说欧洲的这些国家,明明美国是想对付这个俄罗斯的,想把俄罗斯给他打垮,不惜让欧洲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后果。 或者说呢,其实啊,美国打俄罗斯是他一方面的目的。 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,他就是想瓦解你欧盟。 因为你欧盟呢,其实比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还更大一些。 所以这次的机会是对美国来说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。 为什么说欧洲他就看不到这一点呢? 我前两天在视频里面曾经提出来这么一个疑问。 那么私下里面呢,有的网友就跟我说哈,说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。 因为呢,你看欧盟的那个主席啊,叫冯德莱恩。 冯德莱恩呢,他老公是美国人。 他养了七个孩子,全都是美国人。 他们一家,全都是美国的国籍。 所以说呢,他在欧盟,你说他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,还是欧洲的利益呢? 其实呢,这只是一部分而已。 冯德莱恩他一个人,他不可能左右整个欧盟的所有的决定。 那是不可能的。 如果欧洲的这些国家都不配合,都和匈牙利一样, 那冯德莱恩他不可能得逞的。 那他最深入的原因是什么呢? 就是美国对全世界的洗脑。 就是美国在全世界鼓吹的这个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这个体制。 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。 那如果你任何的一个政客,任何的一个国家,即便是你实行的这个选举制度呢,跟俄罗斯似的哈,和美国也毫无二致。 但是呢,只要你在这里头有和美国不一致的步调,有不一致的,他就要打死你。 比如说欧盟现在就在打这个匈牙利啊。 现在首先是把匈牙利的欧盟基金给他停了。 理由是什么呢? 理由就是匈牙利的这个总理,这已经是第四次连任了。 他就说匈牙利呢,现在不是民主而是专制。 连续四次连任,怎么就是专制了呢? 那都是匈牙利他们人民选出来的呀。 对吧? 这个美国呢,他就是给你搞的这个意识形态,就牢牢的把欧洲给他抓住了。 就好像是一个紧箍咒似的。 谁如果想犯刺的话呢,他就念这个紧箍咒,然后呢,你就不敢。 像那舒尔茨一开始的时候呢,和美国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呢,步调并不一致。 但是呢,美国很快就把它搞定。 现在德国呢,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,比任何的一个国家都更加积极。 为什么? 美国一定是给了他一些许诺,跟他交换一些条件。 一定是这样的。 一会儿我们会来讨论。 现在,美国在联合国正在推动的这个安理会扩原,这个呢,里面就出来德国的利益了。 一会儿我们来说。 我认为呢,欧洲能够让美国给抓得死死的,就是美国所搞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。 和封德莱恩全家拿着美国国籍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。 封德莱恩即便是拿着美国国籍,他也照样可以不听美国的。 拿着美国国籍就得听美国的呀,对不对? 那美国也还有好多的人家那些专家也什么的。 人家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立场,自己的观点。 对不对? 也是美国国籍呀。 拿着美国国籍,不一定非得和美国是完全一致的。 他首先是一个欧盟的主席呀。 那为什么其他的国家会允许这样伤害欧盟的利益呢? 主要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。 好,美国呢,现在哈,这些个NGO啊,就跑出来在俄罗斯搞事了。 然后呢,再配合美国西方的这种大肆的这种渲染。 好像俄罗斯呢,现在就大拟不道了。 如果他能够操纵俄罗斯境内的这种运动,给他进一步的夸大化的话呢, 他就会像病毒一样,让俄罗斯呢,那些民众呢,就觉得我不参与到这里面来呢,我就不对了。 明白吗?就那个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紧箍咒呢,就给他们,给他咒上。 你如果不反对他,你就是一个傻瓜,你就是被专制所浓意。 而实际上这种国家的统一的行动,你作为个人来说呢,你应该是给予这种支持的,坚定的,支持的。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,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。 我们小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叫做,不调一致才能得胜利。 现在美国呢,他就鼓动你这里面,让你不调不一致,起到的就是一个破坏的作用啊。 而美国果真就是那么的尊重言论自由吗? 并不是啊,对不对? 美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?为什么跑了?啊,现在还在俄罗斯躲着。 然后人家澳大利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? 他给人家从英国引渡到美国,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美国。 美国呢,从英国给人家引渡到美国。 不就是人家报了你美国的料吗?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哈,像俄罗斯现代这种征兵令发出以后呢,美国就鼓动这些人。 那美国有没有这种情况啊?美国有这样的情况啊? 有的人就问我说,那你既然觉得中国这么好,你为什么不回中国啊? 我告诉你说,我要是不在加拿大的话,好多事我都不知道啊。 我告诉你说,我就是在加拿大,我是搞这个法律,搞这个移民法,我才知道。 加拿大这个难民法里头啊,这个政治庇护你知道吗? 就经常会有很多的美国人到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哎,你知道吗? 加拿大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美国人要求加拿大进行政治庇护。 有一些呢,加拿大就批,有一些加拿大就不批。 尤其是在美国发动战争的时候,当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那个战争的时候, 当美国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的时候,美国有好多人就跑到加拿大来。 我刚才说了哈,有一些加拿大就批,有一些就不批。 那么对于那些批的那些呢,美国都有意见的哦。 美国对加拿大很有意见,因为加拿大给他们一些美国人提供政治庇护。 而美国的法律呢,规定,有一些人,如果说在战争的时候,你跑到加拿大去寻求政治庇护。 我要是给你搞回来的话呢,你这就是一个罪。 你这就是一个叛国罪。 叛逃罪,叛国罪这一类的。 你明白吗? 这个是美国哎。 美国你别看着说,哎,他说啊,俄罗斯抗疫征明令,有一千多人被捕。 美国呢,他也是判入罪的。 美国就是严重的双雕,有嘴说别人,没嘴说自己啊。 那么他现在呢,在俄乌冲突的这件事情里面呢,俄罗斯他不是支持那四个州现在进行公投吗? 那么美国呢,除了这些舆论宣传战,这些认知战以外呢, 美国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,这是一方面,然后对俄罗斯呢,进行更进一步的制裁。 G7呢,昨天就做出来了一个决定了,就对俄罗斯支持那四个州进行公投,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。 他们的主张呢,就是说呢,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,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保护。 那么现在联大正在召开会议,对吧?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利,也有机会发言。 那么萨尔维亚的总统伍七奇,昨天的时候呢,就在联大上,就质问这个国际社会。 说你们现在都在保护乌克兰的这个主权,我就请问你们,乌克兰的主权是主权,我们塞尔维亚的主权难道就不是主权吗? 为什么你们最近又在逼着我们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呢? 这个问题你如何来回答呢? 这就是美国以及西方的双标。 欧洲的那些国家呢,他们不管,反正是美国让我怎么说,我就怎么说,美国让我如何做,我就如何做。 那么除了这期以外呢,德国昨天就宣布了一个大的动作。 我们都知道呢,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合作这个天然气的项目,由俄罗斯给德国供应天然气。 那之前呢,已经有了北溪一号,一直都在运行。 那川普上台以后呢,人家那个北溪二号本来已经都修好了,要开通了。 川普就是说,这些参与的这些公司呢,有一个算一个,如果你敢开通,我就直谈你,我就不让你用美元。 这就是他的武器,美元就是他的武器。 我就不让你用美元。 好,北溪二号就不得不停了,对吧? 北溪二号已经都停了,北溪二号的参与呢,有很多的方面,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。 你哪怕你给这个工程里面提供一个零部件,那你也是参与,对不对? 那这里面呢,其最大作用的,一个呢,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总公司,一个就是德国的天然气总公司。 那么为了方便他们的操作呢,俄罗斯的天然气总公司,还在德国设立了分公司。 那么顺尔茨呢,昨天就宣布说,俄罗斯在德国的那个分公司啊,虽然是人家俄罗斯全资的啊,然后他就给没收了。 把他变成了德国的国有,就是没收了嘛。 你说多么的不讲理吧? 对不对? 说到这儿呢,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哈。 就是呢,我们很多的中国人啊,就说啊,哎呀,我们中国政府呀,太软弱了呀。 我们以前这个军事弱,经济弱的时候呢,我们向美国让步。 我们现在国家强了呀,我们经济强,我们军事强的时候,为什么这么的软弱? 为什么不把台湾就给他打下来? 其实呢,我也是一个呢,我觉得这事儿实在是太难受了。 台湾的这件事儿老捏在美国的手里面,今天这么捏捏我们,明天这么捏捏我们,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受。 对吧? 我们有能力,合不一下把它打下来呢? 但是呢,我们呀,第一呢,我们不要和中国政府离心离德。 啊,我们表达一下可以呀,但是呢,不要用那些激烈的语言去抨击中国政府。 我们应该试着去理解他们。 啊,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,我不管你呀,作为一个网友来说,你多么的高瞻远拙。 但是呢,你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呢,你一定要相信,你所看到的利和弊,中国政府一定全都看到了。 你看不到的,一些利和弊,中国政府也看到了。 他一定看到的,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呀。 其实呢,中国现在在很多的方面,经不起国际社会的这种危追堵截啊。 经不起啊。 中国基本上在各个领域都和西方呢,是交织在一起的。 别的我们就不看,我们就看华为就行了。 华为那么的强,华为十年之前,任正非高瞻远瞩,就做了各种的这个备胎,对不对? 但是呢,你再备,你也不可能什么都备下呀。 结果西方对他一制裁,这个华为你看,对不对? 对不对?举步维艰。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呢,就以大比小。 在各个方面,其实都依赖西方。 你别的不说,就说这个美元。 你知道吗? 今天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啊,我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呢。 这个消息呢,是这样的啊。 路透社的记者是这么问的。 他说呀,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员会周三举行了听证会。 共和党议员布莱恩·卢克迈尔就中方入侵台湾的假设性问题质问各大美国银行的CEO将作何回应? 就是问他们,中国如果是武统台湾的话,你们这些各大银行,你们作何回应? 换句话说呢,就是美国政府如果要求你们立刻停止和中国的业务的话,你们听还是不听? 这是什么意思? 就是中国你银行的这些业务,你都离不开和美国的这些银行相配合呀。 一旦如果发生了台湾战事的话,那美国马上就叫停啊。 你必须和中国终止这些业务,你们这些银行听还是不听? 你猜怎么着昨天在美国的听证会上,美国各大银行的这些CEO们全都表示,按照路途社说的啊,实际上我没有看他的听证会,路途社说的,他们全都表示,如果美国政府要求他们停止的话呢,他们将予以遵学。 赵立坚是怎么说的?赵立坚是说,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。 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,切实将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,停止操弄涉台问题。 有很多人可能就说了,哇,这个回答真是弱爆了。 我就请问网友朋友,如果你是赵立坚,你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? 你如何回答? 对不对?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。 你说你这些年,对不对? 你经济大发展,你挣了很多钱。 这些挣的钱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在那里? 不就是美元吗? 他到时候这些美元我就不让你用了。 你还这经济怎么运转啊? 啊? 那中欧班列开那么多,到时候他不让你用美元结算,你去问问林郑月娥。 银行不给你办的业务的时候,你如何生存? 你如何生存? 林郑月娥就用现金,对吧? 那么中国用现金可以在国内进行金融活动,在国际上行吗? 这还只是我看到的一个,这些东西呢,我每一天,我一想到哈,中国的这些国家领导人想到习近平,有时候我就想,得亏我不是习近平。 真的是丑死了,真的,你想想看。 所以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,真的,你不能去给他们增加更多的烦恼,不能。 好,这是认知战这一方面的,那么实际上呢,乌克兰方面哈,他在普京刚一宣布这个动员令之后呢,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顾问就说了, 他说这就表明了,我们的大反攻是取得了何等的一个成果。 俄罗斯呢,现在就是没脸了,就给自己找借口,但是事实上呢,事实上是什么? 俄罗斯说了一切都是我们计划之中,那么他们现在的计划是什么? 现在他到了哪一步了? 现在就到了,要收复这四个州,要把这四个州全部拿下,啊,然后呢,这四个州啊,就变成俄罗斯的国土了。 明白吗? 或者说呢,在他还没有拿下的时候呢,这四个州要进行公投了呀,23号,今天22号啊,他们起床之后呢,就要开始进行公投了。 23号到27号吧,23,24,25,26,27,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,五天的时间就进行公投啊,公投完了以后就跟克里米亚一样,就变成俄罗斯的领土了。 那他变成了俄罗斯的领土,俄罗斯他无论如何,他会要拿下他的全境,然后保卫他的全境啊。 乌克兰一定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,之前的时候,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就说啊,俄罗斯已经占领了我们20%的领土。 那么最近呢,俄罗斯就把那个哈尔科夫呢,就不要了,哈尔科夫他们就放弃了,那么乌克兰呢,就把哈尔科夫收回去了。 然后这四个州,他们是一定要把他的全境拿回来的,要拿回来的。 那么这30万大军组织好了以后,乌克兰能够抵抗得了吗?乌克兰是抵抗不了的。 乌克兰现在呢,我相信他们都吓尿了。 这已经成为定局了,一定是成为定局了。 有可能就在于这一个冬天,这个冬天,俄罗斯就会把这四个州完全拿下。 现在卢干斯克已经全境拿下了呀。 然后顿面斯克呢,可能还有一半没有拿下。 赫尔松好像差不多全境拿下了,扎包罗罗罗呢,也拿下了很多。 就是这一个冬天呢,十有八九,他们就能够全部拿下。 那么乌克兰呢,现在就非常疯狂了。 乌克兰疯狂,然后他怎么办呢? 现在他继续来攻击那个核电站。 这个时间以来,不知一直都在攻击那个核电站吗? 那么在普京签署了这个动员令之后呢,乌克兰继续来攻击核电站。 现在呢,造成了什么结果? 说他第五套机组和第六套机组都受到了损伤。 那么这个核电站的相关部门呢,今天就做了一个公布啊。 现在这核电站实际上已经造成了辐射。 他用了一个词呢,说这个辐射呢,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呀。 我们来看一看他原话怎么说的啊。 原话是这样的,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啊。 乌国家核能公司在Telegram上面说, 俄国星期二晚再一次轰炸了扎波罗热核电站。 所幸核电站辐射仍处于正常水平, 向周围环境排放和释放的放射性物质不超过既定的允许值。 这是什么意思? 就说他在既定的允许值之内就是有辐射呗。 是不是? 如果再进一步的破坏呢? 乌克兰他指责是俄罗斯, 说星期二的时候呢,再次轰炸。 但是,这个真的是骗鬼的, 逻辑上真的说不过去。 这个核电站呢, 二月底、三月初的时候, 已经就在俄罗斯的控制之内了。 在他控制之内的核电站,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? 为什么俄罗斯能去请联合国来进行调查? 不就是想让你来说, 哎,你不要老来污蔑说是我炸的啊。 是谁炸的一清二楚, 你就看着那个炮弹是谁打的就行了, 谁的炮弹就行了。 可是, 可是联合国怎么说的? 联合国说, 他们没有资源来调查这一部分。 这叫什么鬼话呀? 所以现在呢, 乌克兰肆无忌惮地就进行轰炸, 完了以后呢, 就说是俄罗斯。 即便是没有人相信, 他就是给他自己的这一方的, 提供一些胡说八道的素材。 就是想这样呢, 现在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 美国就指出来呢, 俄罗斯的这种操作非常危险, 你看到没? 对不对? 而他说今天又炸了, 昨天炸了, 今天炸, 一天都没有停过, 这都是俄罗斯干的, 实际上都是乌克兰干的, 还提供一些录像什么的。 现在呢, 就非常危险, 如果下一步真的是乌克兰一方呢, 就一不做二不休, 反正那个地区呢, 我也夺不回来了, 索性我就把核电站给他炸了, 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? 我觉得很有可能哎, 很有可能哎, 不光乌克兰那些没脑子的会干这样的事, 就美国都有可能, 你看美国的干的事是理智的嘛, 美国干的哪件事是理智的? 好, 接下来呢, 我们就来说一下了, 刚才我就提了一下哈, 德国为什么说听了美国的? 现在我们就发现了, 哇, 德国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哎, 美国现在呢, 在联合国就在推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扩援, 原来不是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吗? 就是美国, 英国, 法国, 中国和俄罗斯嘛, 这五个, 那么前一阵呢, 他就想啊, 把俄罗斯给踢出武装, 踢不出去了, 然后呢, 又推动说, 剥夺俄罗斯的这个一票否决权, 这也推动不了, 他现在呢, 就在推动说呢, 我扩援, 我扩援, 那么前一阵呢呢, 我们就已经听说了, 美国呢, 就想让这个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, 还想让印度加入这个常任理事国, 那么他这个算盘呢, 其实打算是挺精的了, 原本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呢, 他那阵营已经有三个了, 那么再加入一个日本呢, 肯定是他那个阵营的, 那么现在呢, 他就是在拉这个印度, 如果不是俄乌冲突的话呢, 基本上是印度呢, 板上顶点是他们那个阵营的, 只不过现在就出来了, 俄乌冲突的这件事情, 印度就面临着, 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, 选边站的这个问题, 现在看起来呢, 印度就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呢, 选了俄罗斯, 那今天我看到呢, 俄罗斯啊, 有可能, 我认为会犯一个错误, 俄罗斯现在呢, 他就说, 他同意美国的这个提议, 说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扩原, 那要扩原的话呢, 首先日本和印度会是第一轮加入的吧, 对不对, 俄罗斯可能现在会觉得说, 哎呀, 印度现在站在我这一边, 你加一个日本, 我加一个印度, 还是平衡的, 我这还多一票, 俄罗斯有可能这么想的, 但是这个印度它可靠吗, 印度可靠吗, 那么这两天我们还看到呢, 德国叫的特别的响, 德国也想要加入联合国无常爱, 我们要知道这个德国和日本, 全都是侵略者爱, 日本把亚洲和太平洋这些岛国, 他都打了个遍, 对吧, 我这样的国家, 你现在让他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来主持公道, 他能主持公道吗, 对不对, 德国现在也要加入常任理事国, 德国两次世界大战, 全都是他挑起来的, 他要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, 这肯定是美国答应他的, 知道了吗, 为什么说德国现在那么积极, 他有两次大战的挑起者和战败国, 现在想要加入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, 美国如果给他画了这么一个饼的话, 他可不就很积极了吗, 对不对, 我认为现在这世界非常危险呀, 俄罗斯答应这个,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事, 这非常危险, 好,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, 感谢您的收看, 下次再见。